一对男女霜在去看夜景 行经新北市领口正在停等红绿灯 结果有一名自行车骑士 突然冲过来撞他们 还呛说来领口的车都那么吵 让女子气的报警 也把过场抛上网 更指控警察 怎么没有实施走测就放人离开 而领口分区调查之后发现 真的是远景疏失 相依规定助记猎击 去吧 去去吧 大马路上爆发激烈口 叫双方谁都不让谁 先对方机车太吵 男子站在路中间不断照烧 甚至说自己就是故意的 则话一出让女子气炸 拿手机录下更马上报警 看到男子态度骚张 就怕冲突越演越烈 一旁朋友在旁赶紧劝 只是怎么会当街开场 原来就是因为行车纠纷 新北市领口23号晚间 当时录影的女子跟朋友 骑机车要去看夜景 经过路口停等红灯 突然碰上张系男子 他说对方骑着单车一面冲撞过来 第一次没撞到 男子竟然下车改用牵的再故意撞 当在路口甚至不断叫嚣标骂 嫌他们机车太吵 说自己就是故意的 直到警方来才离开 只是让女子不理解的是 这名男子明显喝了酒 原警怎么没有酒测 就放人走 警方解释一开始 获报纠纷案件 到场之后 受理没有第一时间做酒测 坦诚又疏失 会再加强教育训练 当街呼骂开窗 闹上警局双方都不开心 原警疏失还忘了做酒测 更让当事人无奈又傻眼 既有朋友左中邻请报答